天即使亮了 爆炸聲卻依舊震耳日籠 以色列和真主黨週末爆發 近二十年最嚴重火力衝突 雙方瘋狂互射火箭彈 但以色列總統賀佐格 接受英國天空新聞訪問 公開否認以色列特工單位 涉及上週黎巴嫩 全國呼叫器爆炸案 反而說真主黨本來就有許多敵人 甚至自豪表示 上週以色列對位在黎巴嫩首都的真主黨 据點發動空襲 剷除多名真主黨領袖 都是不得不的行動 但當初醫院地上擠滿傷者痛苦哀嚎 街上車輛起火燃燒 上週黎巴嫩全國呼叫器突然爆炸 隔天又有對講機爆炸 畫面人歷歷在目 雙手卻遲遲抓不到 也讓和黎巴嫩關係 相對友好的中國加入氣胸行列 有中國網友研讀外媒分析 籌絲剝繭 整理處以色列很可能是趁呼叫器 停放在港口時 偷偷加入爆炸裝置 周圍還放置金屬球 增加爆炸威力 但至今幕後真凶 尚未水落石出 以色列真主黨互相用活力報復 同時也無意讓中東戰火越演越烈 現在新聞也會這麼到